在昨天传出桃園一起虐童致死案 就会才20岁的小妈妈 带着两岁大的女儿到桃園找网友 没想到只要女儿一哭闹 这网友就淋虐 不但用打火机烧她的手指头 甚至还拿香烟烫女童的身体 短短8天就将女童淋虐致死 而现在包含了这名网友 跟她的妈妈通通被受牙了 想到自己才两岁的小孙女 被火烧得全身是伤 正面背面都是于清 被公难掩激动情绪 医院的监视器清楚拍下 护士小姐抱着女童 冲进医院的画面 当时躺在护士怀里的小女童 全身多处于清和烧烫伤 早已奄奄一息 身上有看到有多处的一些皮下鱼血 和一些外伤左伤的痕迹 所以在我们高度怀疑 这个儿童受命的情况下 我们在第一时间 已经通报了相关单位 根据警方调查 今年才二十岁的小妈妈 因为和丈夫吵架 离家出走 带着女童北上桃园找网友 只要女童一哭闹 立刻就会遭到网友的拳打脚踢 甚至拿烟汗打火机 烧烫女童的手指 有时还把手指浸泡在 滚烫的泡面当中 我想说打他也这样不行 怎么也这样 我想稍微烫他一下 看他会不会起来 都很痛啊 很小 这个孩子也乖 我们这孙子 无家来这儿也很好 都不用做到网友 不懂我经历的事情 平常对孙媳妇非常疼爱 连家事都没让他做 被公实在很难相信 短短八天 小女孩竟然就离开人世 再多的累 也换不回这条宝贵的小生命 还没从这五天 这一条宝贵的小生命 怎么去 谢谢大家